我是古阿默 今天要來說一個簡單粗暴的故事 地下室裡的女孩 女主角長越大就越覺得她爸大魔王 會不會管她太多 怎麼都不管她姐 她媽都說同意讓她今晚去參加派對了 她爸卻在家中餐廳暴怒 說她不准去 但她才不管那麼多咧 她馬上要成年了 她認為自己有權替自己做決定 她今晚就是要半夜翹家 跟男朋友去派對玩到天亮 再偷偷回家 卻沒想到她爸早發現她翹家了 在門口等了她一晚 一看到她就痛罵說住在我家 就要遵守我的規則 我說了算別违抗我懂嗎 女主角聽了覺得她爸很誇張 在這自由的時代裡 卻不給人自由也沒搞錯 她生氣的說自己一成年 就要搬離這個爛地方 然後大魔王就生氣的決定 要來把地下室這個 除了她以外沒人知道 前屋主蓋的秘密防空洞 花幾個月打造成地牢 在等女主角畢業那天回家後 騙她說有個大箱子太重 讓她一起來幫忙搬進防空洞裡 等把她拐進來後 就瞬間把她反鎖在裡面 啊女主角忽然被鎖 非常慌張 她看了下剛剛搬下來的箱子裡 竟然裝的都是她的行李 似乎是在暗示她要長期住在這 她嚇得趕快去按門上的密碼索 想開鎖卻按錯太多次 導致密碼索進入保護狀態 會斷水斷電 而這個防空洞的隱密性很高 不管她怎麼求救 外面都聽不到 大魔王也在地下室 做了很多隔音和遮蔽物 確保沒人會發現防空洞的位置 那女主角這一關就被關了四天 只能靠大箱子裡的物資 和一個便筒過活 忽然她聽到開門聲 她躲在門口 想趁她爸進來時趁機逃出去 卻沒想到門外有門 她哪也去不了 大魔王還生氣的把她抓回防空洞說 你不知道密碼是逃不掉的 不如好好待著 且只要你逃我歡心 我就會讓你過得更舒服 給你更多物資 至於要怎麼逃我歡心很簡單 以後不要叫我爸叫我大魔王 我想愛你十幾年了 每次看你跟別的男生出去 我都很吃醋 反正你別想離開我 我要占有你 設在你體內 以後你就是我一個人的了 跟反抗我就揍爆你 之後女主角又在防空洞被關了十多天 她的媽媽跟姐姐雖然有報案說她失蹤 但你如果不是什麼大人物 通常警方也是來你家做一下 家庭訪問就結束了 大魔王還一直在旁邊唬爛說什麼 啊我女兒就講她 成年後就要離開家裡啊 有什麼好擔心的 她就真的出去闖而已嘛 不用管啦 警察一聽覺得很棒 那可以結案了 接著又過了十多天 今天是女主角的成年生日 大魔王買了蛋糕來防空洞幫她慶生 並要她穿上一件性感內衣過來親熱一下 她怕反抗會被揍只好乖乖聽話 而這話一聽就是一年 過程中她其實有無數次想嘗試逃跑 嘗試拿武器偷襲大魔王 可惜每次她都戰敗 然後被抓起來揍 且會受到十倍性侵力的懲罰 所以漸漸的她就嚇得不敢再反抗 更何況她懷了大魔王的孩子 孕婦又要怎麼跟成年男性對抗呢 阿平日理 她都靠著討好大魔王換來的物資書籍 自己過日子 連臨盆那天她都是自己幫自己接生 她的第一胎是個女兒 但大魔王一樣把他們關在防空洞 只會定期送一些食物過來 順便親親她這一親 又過了四年 女主角又懷了第二胎 侵犯她的人也不曉得什麼毛病 都不避孕很想生的樣子 她也對這樣的生活很麻木了 平常也都騙女兒說 大魔王就是你爸 人類就是活在防空洞裡之類的 之後又過了三年 女主角的老媽已經尋找她七年了 卻仍然不知道她被關在地下室防空洞 兒子都三歲了啊 兩個孩子從來沒去過醫院就算生病了 大魔王也只是去買成藥回來應付 反正她除了來親女主角之外 其他都懶得管啊 這樣一直親一直親 當然很快就又有了第三胎 一胎二胎也都陸續長大了 女主角只能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 盡力的去告訴孩子們 外面的世界大概長什麼樣子 接著第三胎出生了 但防空洞裡空氣很少 空間很小 真的沒辦法再活一個人了 所以女主角靠著肉體 說服了大魔王把這個孩子 裝在嬰兒籃裡 偷偷送到家門口 讓他媽幫忙養 她也配合寫信片 他媽說她過得很好 在外面有了愛人跟孩子 無奈沒錢養才把孩子丟過來之類的 但大魔王忽然發現 女主角竟然在嬰兒籃裡 藏了一張求救小紙條 還好沒被人看到 她生氣的回防空洞罵到 都那麼久了還想逃嗎 知道被我抓到想逃 是什麼代價嗎 過來換上性感內衣 我今天不親死你 我不姓大 很快的 又過了好幾年 兩個養在防空洞的孩子 也長更大了 女主角也開始發現 大魔王每次送物資過來 使看她大女兒的眼神都怪怪的 她很擔心 大女兒也面臨跟她一樣的遭遇 所以總是不准大魔王靠近大女兒 這樣的日子就一直過到某天 外面下著大雨 女主角發現天花板漏水 她懷疑上方通往戶外 所以拿了湯匙開始挖洞想要逃跑 她還拿手電筒對著洞外罩 想跟人求救 然後還真的被一個遛狗路人看到 但這路人幫忙只幫一半 她沒有直接過來查看 而是去拜訪這邊的屋主說了這事 所以大魔王就知道狀況 再生氣的來防空洞 咒爆又想逃的女主角 結果這一咒 就把第四胎孩子咒到流產 隔天大魔王再次來訪 知道這事也不痛不癢 只是把屍體默默拿去埋了 之後又過了很多年 女主角的大女兒也17歲了 兩個長大的孩子開始懂事 開始不理解 為什麼他們不能離開這裡 開始會吵著想跟大魔王一樣上去外面 這時女主角才把真相都講出來 藉此表示我無能為力 兩個孩子倒也是很冷靜面對 也幫忙裝作不知情 但真相還是讓他們看大魔王不爽 常常會反抗 尤其是兒子想保護母親的信念比較強大 每當他看到這個假老爸 又來欺負老媽時 都會想報仇 無奈打不贏對方 另一邊前面被送到地面的女主角第三胎 在地面上倒是過得很好 真以為大魔王是外公 跟他感情不錯 好總之這起長達20年的 防空洞間禁案是一直到那天 女主角的大女兒生了重病 引發了氣喘 幾乎可以確定再下去要死了 啊大魔王剛好來拜訪 看到這個狀況 當下可能還有一點良知吧 不忍心看人直接死去 所以就讓女主角抱起大女兒 跟他回地面 再開車把人送來醫院 讓醫護人員們治療 但想當然的 女主角的大女兒沒身份這事 引起醫院注意 女主角也趁機找醫院護士 和守衛求救 整起案件才被破 大魔王才被警察抓 警方來家裡調查時 才把女主角的二兒子救出來 女主角的老媽 則是不敢相信自己的智商 原來低到靠杯 小女兒被關在地下室20年 她都不知道 最後女主角在他媽的幫助下 讓自己的三個孩子 都過上幸福的日子 然後最驚人的是 開頭那個他20年前交的男朋友 到現在還仍然在等待他 想跟他在一起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想這故事 可能是在表達陌生環境 不管跟誰去 都要隨時做好自霸出入口的準備 遇到危險時才比較不會被困死 之類的吧 可可